花蓮地区铁路双轨电气化计划 其中花莲有7个铁路平交道 穿越了花莲市洁安乡的闹区 为此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成员 也特地来到了中华路平交道 听取县政府建设处 在交通部长来到花莲会刊铁路立体化的时候 争取相关计划的建设施以及预算 为花莲县民把关重大交通建设 以及都市重划的需求 交通部花冬双轨电气化 是目前花莲市以及吉安乡公所重大的交通建设 6公里的路程就有7个平面平交道 长年以来影响着花莲的民众交通的安全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成员就此进行 花莲市中华路平交道的会刊 以了解县府争取交通部铁路双轨高架化的想法以及规划 早上有部长有提到我们整个的权限 从出花莲火车站之后 那经过我们的这个建国比较道 然后永基路桥会拆除 然后再来就中原 然后中华中山 南昌村 然后到乡村 跟永基地永基地都会做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出力 对我们花莲县这个高架这个部分 这些基础的部分 前面的现在改善 检讨已经完成了 现在在规划当中 那我本人就建议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像我们花莲站跟吉安站的话 是不是能跟突破一点 它可以总和新的用途 可以盖旅馆 增加给背包客可以住宿的方面的话 这个更加是我们花莲的特色 县议员张美惠就指出 双轨电气化以及立体高架化 建议可以将两岸合并执行 以加快执行的时间 并缩短城乡的落差 那希望县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旗程 加快脚步 向铁道局来提出我们的可行性的 研究报告的结论 那能够跟铁道局 跟交通部这边 把这个双轨电气化 跟我们的立体高架化 能够两岸合在一起 来依照时程来推动 那预估大概要十年的时间 但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加快的 让乡市的这个发展的落差 能够去除掉 能够有效的缩减 同时也能够维护大家行的安全 交通部长王国才 日前来到花莲进行铁轨 高架化的会看时就指出 七个平交道路行复杂 不好施工 有安全的疑虑 会修改花东双轨计划 并将平交道朝向高架化来施作 花莲火车站每年上下车的旅客 超过一千万人次 花莲市至吉安乡短短的六公里 就有七个平交道 双轨高架化更是能够确保 用路人的安全 也能够改善市容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